水深的小腿肚淹过了休旅车半个轮胎 两位远警穿着雨鞋组着木棍 踏入淹水的防汛道路 因为有驾驶跟车一起无助的受困在水中 男子等待远警将他搀扶下车 回到没淹水的地方 另外休旅车则请保养厂帮忙拖钓回去 该名堂姓男子刚下路科教道 却对当地路况不熟悉 不胜死路小路府的疏逢道路 才导致车辆受困 事发在14号中午12点多 原来24岁的堂姓男子 开车要前往高丞阿联找女朋友 看错导航误长小路 开进刚下雨淹水的路段 车子也抛锚 自己一个人怕水太深不敢离开 只好报警求救 隔三个小时再回现场发现 居然积水不退 他这个在整地的时候 要做类似说水土保持措施 所以说要赶在这些罪用效果 他现在先把这个地方 他的罪用水坡 他水就会汇集到什么地方 水利局人员道场勘查 发现从来没淹过水的防汛道路 这次会淹可能是一旁的余温田土后 没做好排水系统 导致排水不及 将要求地主负责善后 免得下雨时又淹水 更害人车受困 靖新闻林青东一节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靖好新闻